这个雪祭这个法门 它不是说是拿人血呀 或拿什么 它是拿这个牲畜的血 去祭这个灵 这个九尾湖的这个蜡烛 不光是可以男生用 也可以女生用 都可以用 看得清吗 这个福布 大家可以看到 是一个男性的生殖器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杨仔 哈喽大家好 我是壮壮 我们是一档普及泰国佛牌知识 揭秘泰国神秘文化 登门拜访泰国各大高僧大师的科普雷访谈节目 今天我们又来了 继续做一个预告 水灯节马上就要到了 在下个月11月8号 我们也有组织阿赞蒙昆大师 给我们亲自加持督造的这个水灯 可以能为大家祈福祈愿 有包括感情和和 还有就是财运 财运的那两方面 对如果想感兴趣的 然后赶紧报名 对 还有就是之前 有订阅付费我们的频道的朋友 我们也尽快的安排退款 好 今天我们来到哪呢 你看这环境这么老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找一位泰国北部古法 古兰纳法门的这么一个师傅 听说他还学过缅甸黑法 我听说最可怕的就是 他是用血迹去做一些情将 祖宙将这些方面 所以说呢 血迹 今天我们就看一看师傅的这个法门 到底是什么样的 走 哈喽 大家现在呢 跟随我们镜头呢 看见就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 这位很有名的一位黑法大师 叫做阿赞查林师傅 有可能呢 很多朋友呢 是知道这位师傅的 因为这位师傅呢 在泰国呢 也是非常非常有名 他也呢 在泰国的很多影视剧里面出现过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有幸的 能约到师傅 然后并且来拍摄师傅 是非常非常幸运的 今天呢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阿赞查林师傅的法门都有什么 你好 你好 小 Silva 阿赞查林 一下 刚刚做的认识 认识就好像 这是什么 认识是 学书和 教官 学书是 一个 教官 刚才师傅简单的给我介绍了一下 他的法术传承于哪 他有两个法术 白法和黑法 因为我们上一期介绍给大家 就是泰国法术有三种 白法 黑法 还有一个灰法 灰法是什么 介于白法和黑法之间的一种法术 不是黑法每个都是骇人的 黑法也是他拿来去帮助别人 只不过是运用一些空灵 一些灵体来帮助我们 他的白法是跟这位僧人学的 黑法就是跟这位阿赞恰吉 他是一个缅甸的法师 然后施成于缅甸 所以阿赞林恰师傅 他的黑法就来自缅甸法了 然后我们刚才看到了 师傅这边有一本图录 这本图录就是介绍了师傅的这些法门 他最著名的法门 刚才我看了一下 就是血迹偏财法门 什么叫血迹偏财法门呢 也就是说运用空灵的方法 然后来帮你提升你的偏财运 比如说赌运呢 你买彩票啊 一些横财呀 都比较适合这种偏财运的法门 我在这边看到了 因法和和空灵术 感情呢 面临崩塌呀 包括离婚呢 分手的边缘的 或者是想提升你在对方心理地位 或者是让你的伴侣呢 宠爱你呢 就要用这个因法和和空灵术了 这个空灵术呢 也是来自于缅北 这个古兰纳呀 还有这个缅甸的这个法门 这个血迹这个法门 它不是说是拿人血呀 或拿什么 它是拿这个牲畜的血 去迹这个灵 然后呢 来去空灵啊 目的的这个诅咒将 这个诅咒将是什么 是专门针对于小三啊 这些你讨厌的人呢 或者是害你的人呢 都可以运用的一种诅咒将 专门就是让对方 比如说有意外呀 生病呀 甚至血光之灾呀 乃至于意外死亡的 一种缅甸的这种黑法 就是下这个将头 有很多这个咱们的朋友就问我 啊 那琴将会不会有反噬啊 我再重申一遍 琴将是没有反噬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琴将是来帮助别人 是帮助你的 让你们感情好啊 复合呀 索心的 只有这种 血迹的这种血将啊 什么这种蠕虫将啊 去让对方受伤啊 或者是意外啊 甚至意外死亡的这种呢 才会有反噬 为什么他要用这些什么猪头啊 猪脚啊 血呀 这些东西啊 就是因为要什么 好像就是我们在请人家吃饭 师父也要请这些灵体吃饭 吃饱了呢 然后呢 就变成朋友了 变成朋友呢 他才会来帮忙我们做事情 工作 当然了 这个过程呢 还需要一些什么 要请他们喝酒啊 包括请他们吸烟啊 有这个五生啊 比如说猪啊 鸡啊 鸭呀 鱼呀 绝对不能用牛肉啊 吃饱了以后 然后呢 来帮我们忙 帮我们工作 帮我们去完成我们的心愿 是这样 刚才我问了一下师父 就是师父的目的 合合情将呢 是什么呢 首先呢 他要先在他的法堂 先做法 要请祖师来帮忙 然后呢 开坛啊 请祖师啊 然后呢 再在这个法堂里面呢 做这个请将 完了以后 第二天还要再去墓地 再去做这个墓地请将 所以说整个来讲 全法事 做下来是三天 这个查林师父呢 专门做的就是这个缅甸 黑法 阴法的这个目的请将 就是力量比较大 然后现在我们看到 摆在师父面前啊 有很多这个蜡烛 而这些蜡烛呢 造型各异 每一个蜡烛 都是干什么用的呢 然后我们来问一问师父 我们现在看到呢 这一尊呢 就是九尾湖的蜡烛 然后呢 下面很明显 我可以看到 这个蜡烛心呢 里面有这个符 就在这里面 这个九尾湖的这个蜡烛 不光是可以男生用 也可以女生用 都可以用 这个是什么 这就适合你 比如说你喜欢 出入夜店呢 你是博主啊 你是直播的主播呀 还是你是销售啊 都可以用这个 来提升你的这个 人缘和魅力 我们看到这尊九尾湖呢 里面呢 是一种草药油 而不是室油啊 大家记住 这是草药油 来自于缅甸的草药油 万改年 红药油吧 红药油 这是专门提升你的 人缘魅力 上一次我们在那个 师父和师母 那也看到了这个油 是吧 这是专门提升这个人 而且很难找的 对对对 这个就是佩戴在身上 然后如果成愿的话 记住啊 九尾湖是怎么去供奉的 如果你没有 家里没有条件的话 就比如说 我买一只整鸡 我是很难的 没关系 你用鸡蛋 三 六 九 三个鸡蛋 六个鸡蛋 九个鸡蛋 都可以 然后来供奉这个九尾湖 或者一只整鸡也好 一个鸡腿也好 就是用鸡来供奉这个九尾湖 还有什么 就是红色的饮料 白色的水 还有呢 一杯酒 都可以 女孩子呢 也可以供奉给九尾湖什么 香水啊 化妆品啊 这些东西都可以供奉给九尾湖 因为九尾湖非常爱美 所以你把美的东西供奉给她 她也会非常非常乐意帮你呢 这边呢 如果你家里方便的话 也可以请一尊供奉型的九尾湖 这底部啊 师傅填料非常非常丰富 有福管两个 然后中间那一瓶呢 是一百零八种草药 这个草药的泰语名叫 金麦香 意思是啥 就是永远吃不完的意思 因为一百零八种草药 它分成一百零八四来帮你 他们是在一直循环 一直循环来帮忙 然后还有这个 燕通在这边 也可以帮你去感情和和 然后底下还有一个古曼 这古曼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是帮你招财呀 帮你这个成愿的 所以说 这个 九尾湖 九尾姐姐 不光是 人缘魅力 感情和和 还可以帮你招财 这个就可以供放在家里面 看得清吗 这个福布 大家可以看到 是一个男性的生殖器 这个法门呢 真的是只有我们 太北有这个法门 这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法门 一般的男生呢 会把它纹在这个大腿上 大腿外侧 在你想招人员 想看到喜欢的女孩子的时候呢 你拍一拍她 然后她就会来帮你 这个是专门 男生 来吸引异性用的这个腹部 现在呢 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招财法门 因为我们看到了 师父这个 在这个招财法门呢 我们现在看到这三尊 相神蜡烛 招财女神蜡烛 还有这个五眼四耳蜡烛 这三个呢 全都是招财的 当然了 要分起你的个人适合哪一种 比如说你是女孩子 OK 我就建议呢 用这个招财女神 都会来帮你招财 男孩子呢 就比较适合用这个五眼四耳 如果呢 你心里面已经有自己的信仰了 比如说你信奉印度教 或者信奉这个 Sivawuma 就可以来供奉这个相神蜡烛 来帮你招财 这个燃这个蜡烛 就是用你的名字 生日 就可以 然后师父会贴在这上面 然后帮你加持 起伏 然后呢 来做一个大法式 帮你去燃这个蜡烛 还有啊 就是最近呢 你会觉得自己 遇小人比较多呀 遇到事情很难行走啊 什么那种的 而且呢 最近呢 昨天师父跟我讲 是拉湖 这段时间是拉湖期 所以说 你会感到胸闷啊 身体不适啊 然后比较紧张 比较慌张啊 做事比较不顺啊 这都是很正常的 因为这个月 这段时间 它都是冲拉湖的 所以说 你会感到比较不顺 所以说 如果感到不顺呢 或者什么 就可以去燃一支 拉湖的蜡烛 来帮你去改变一下 顺一点 还有就是 有的粉丝说 大壮大壮 我那个 嗯 我的资金呢 最近不是很够 呃 但是我的感情呢 又特 又又又又 又遇到危机 然后又特别特别想 让师父来帮我 怎么办呢 就是要 请这个 和和蜡烛 嗯 因为和和蜡烛呢 相对来说 就要去 比情将呢 会便宜很多了 然后呢 师父呢 又会非常用心的来帮你 所以说 你可以请这个 和和蜡烛 来 帮你 暂时的 呃 先提升一下感情啊 所以说呢 非常非常感谢师父 这么热的天气 然后 给我们 这么辛苦的 科普了一些知识 如果呢 对师父的这些蜡烛啊 包括圣物啊 还有师父的法式 感兴趣的朋友呢 记得联系我们 如果看完这期节目以后 你喜欢 记得点赞关注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以后呢 会拍最更好的视频 送给大家 今天我们就谢谢师父 这一期就到这了 Kongkata OK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